像我们这个东南沿海这个地方 大概下巴都比较短 你是下巴短的人吗 有一点吧 那你来脱一下口罩 让我们看一下 脱口罩 有一点点 侧面看 有一点点 一点点 相对的来讲 我们的呼吸道 它的这个空间 可能先天上就比较窄 所以你不见得需要很肥胖 它就一样有可能造成 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呼吸道的塌陷 甚至于是完全阻塞 好的 所以瘦子也会打汗 医生听说你要模仿打汗的声音 是不是 OK 哇你好强哦 我做不到耶 真的吗 我做不到 我不会 没有这几天才很困扰 是哦 因为被太太 那个 保养的方法 其实一个就是减重 再来就是测税 测税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所以看到老公 在正堂不断的打呼 就踢他一下 让他翻身 对 帮他让他翻身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 立刻见效的效果 再来就是睡前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但是反而白天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 过了这个60岁以后 男女的比例就接近1比1 有些人认为是跟这个荷尔蒙的保护有关 所以耳鼻喉科医师也会打汗 当然会啊 那你老婆也会很嫌弃你 不会啦 互相体谅啦 其实很简单 他说你打呼 我就说那你也会 他现在也会吗 他年轻不会现在也会 也会啊 当然会的啦 谁的呼吸道最好 谁 龙马人吗 不是 希腊人 谁 黑猩猩 为什么 因为他脸很凸对不对 他下巴也很凸啊 然后他的他的头颅是这样子啊 就是有一点 所以他不是一个直角 所以这样子的呼吸道 其实对打呼是最有利的 哎等一下 那我又想到 那厚道的人不就不会打呼吗 马英九跟你跟黑先生搞不好应该 相对的 因为他的空间大了 对 但我们没跟他睡过所以也不知道 哈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诗伟 欢迎收看诗伟爱健康的节目 邀请大家呢 多了你的手指头 记得先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健康我家一频道 有很多优质的医疗节目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订阅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 新店更新医院 耳鼻喉科的名医 我们要来欢迎陈振文医师 医师你好 诗伟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医师你会打憨吗 我会啊 你会真假的 对 好来第一个迷思了 胖子才会打憨 瘦子不会打憨 医生你瘦瘦了怎么会打憨呢 不对 不对为什么 因为其实打呼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因为肌肉松弛嘛 所以整个呼吸道的构造它就会有点塌陷掉 塌陷的程度就跟打憨的大小声有关系 通常一部分塌陷的时候就会出现震动跟憨声 但是如果万一完全都堵塞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没有声音 那会更严重吗 对更严重因为就叫做呼吸中止 睡眠呼吸中止症 所以一旦中止了以后其实我们血氧就会下降 那在睡觉过程当中好像你在跑百米一样 因为缺氧 对不对 所以一旦缺氧那你隔天起来你的精神就不好 所以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 就会出现三高啦 慢性疾病啦 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 打痕为什么会出现三高 会啊 因为他就活动力就下降了 因为他白天可能工作以后他就觉得很疲劳 没有办法进行一些运动 然后他就慢慢体重也控制不住 所以常常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好像体重的确他越胖的人就越容易打呼 其实在医学上不见得啦 这个为什么可以证明就是说 其实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比较起来 应该西方人肥胖的比例高的多 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 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等等这些问题 在东方人跟西方人发生的比例其实差不多 真的假的 差不多 所以由此就可以知道说没有错 肥胖的确是一个危险因子 但是不见得胖就等于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 那其中一个关键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说东方人我们的骨架子比较小 是 而且下巴比较短 尤其像我们这个东南沿海这个地方 大概下巴都比较短 所以下巴短的时候 你是下巴短的人吗 有一点吧 那你来脱一下口罩让我们看一下 脱口罩 有一点点啊 侧面看侧面看 诶 真的耶 一点点 我们证明一下医师好吗 证明一下 医师你真的是属于 有一点短 对 而且是往内缩的 对 为什么 所以你是 所以东方人因为我们的遗传的关系 所以有这样子的骨架的机会 还是蛮高的 我们知道骨架通常一定是父母遗传给我们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其实相对的来讲 我们的呼吸道它的这个空间 可能先天上就比较窄 所以你不见得需要很肥胖 它就一样有可能造成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呼吸道的塌陷 甚至于是完全阻塞 好的 所以袖子也会打寒 医生听说你要模仿打寒的声音 是不是 这样会不会 正常的打寒跟不正常的打寒 要注意一下 OK 哇你好强喔 我做不到 真的吗 我做不到 我不会 好 没有这几天才很困扰 是喔 因为被太太 那个 恐懒 所以我要问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打寒的人呢 我们只要这样子轻轻推他一下 他就不会打寒了 然后隔一会又会打寒 因为在我们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会特别的松弛 是 所以当我们睡眠 我们知道睡眠其实有分不同的时期 从浅层的睡眠 进入到比较深层的睡眠 那一旦我们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 我们的肌肉会松弛的更加严重 所以在这个阶段是 最容易产生打乎的问题 但是呢 你把它推一下 可能他又从深层的睡眠 回到比较浅层的睡眠 这个时候他的肌肉的张力 就会一部分恢复 一部分恢复 恢复了以后就让我们的呼吸道 又重新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声音就会暂停一段时间 所以这时候是踹老公打老公 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老婆真的会被你吵到 因为我通常都很早就睡 所以他比较晚进来 就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医生我问你 打憨的人会被自己的憨声 所吵醒吗 有些会 真的吗 有些病人他会描述他 好像半梦半醒之间 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的时候还会被自己的 好像口水的声音 那个呛醒的感觉 所以这些其实就是代表说 他还在稍微浅层的睡眠 就已经出现打呼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耳朵 还听得到一些声音的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感觉到自己打呼的声音 好 但是有一些肥胖的人会打呼 医生听说跟我们的玄庸锤 也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比较胖的人 连他的嘴巴内部的构造的肌肉 也是会比较肥厚呢 OK 其实肥胖的人 跟扁桃腺的大小 或者是玄庸锤的大小 其实并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 是哦 通常肥胖他 因为大家知道到成年了以后 你的身高不会再长高 所以通常都是所谓横向发展 所以但是对 但是横向发展 他不会只有往外发展 他一样也会往内发展 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咽喉的这个地方 他的整个构造 就会随着你如果体重增加的话 他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缩减 那包括舌头 很多在肥胖的病人 他也会有一些脂肪的堆积 胖舌头 有的舌头他也会舌头堆积 那么这些堆积的情况 就是因为重力嘛 我们大概大部分的这个 观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躺着睡嘛 顶多就是侧睡 所以舌头通常因为重力的关系 他就会往后掉 那一旦掉下去 他就会掉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 去把它阻塞住 就把这一个空间堵塞住了 哦 了解 好 所以我们也不要说胖的人有影响 但不是绝对性的影响 对 不是 好 那医生造成打汗 还有哪些的原因呢 像有一些人呢 他有天生的过敏性鼻炎 会不会也是容易会造成打汗 通常鼻子 其实是我们整个上呼吸道 就是从我们的鼻孔 一直到这个咽喉这个部位 这一段鼻子的阻力 其实是最高的 所以通常就是说季节因素 如果到了秋天季节转变 这个时候 如果你过敏变得更严重的话 躺下来的时候 因为重力的关系 又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 集中到上半身 这个时候鼻腔的粘膜 肿胀的情况之下 的确鼻子的阻力会进一步的提升 对 那鼻子的阻力一旦提升 当然进气本来就傻 那他更容易就因为一部分 一小部分不是那么严重的塌陷 就产生打呼 或者是呼吸中止的问题 所以也有人认为 大概15%左右的因素 会是来自于鼻子的阻力 了解 所以医生呢 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人 可能在秋冬的时候 打汗会更加的明显一点点 那另外我要来聊到一个了 我觉得任何疾病都跟他没有 都跟他有关系 这是老化 老化会让我们的这一块 旋庸扯的地方 这个肌肉比较松弛 没错的确 会吗 的确 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加 本来就是有可能这个呼吸道 上呼吸道的这个肌肉 会变得更加的松弛 那么更加松弛 再加上睡眠的时候 更容易造成所谓打呼 跟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 但是老人家的这种打呼或者睡眠呼吸中止 只要他没有造成很严重缺氧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些研究认为轻微的打呼 适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对老人家来讲反而是一种保护的效果 反而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前提是说它是一个轻微的 保护的意思是什么 拖得更久 为什么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统计 统计数字上看起来 OK好 另外呢要来请教上医生了 请问呢 喝酒是不是也更容易会打寒 还有吃哪一些药物会有影响 OK 其实喝酒会 喝酒的原因就是说 它会让你的肌肉更进一步松弛 跟吃肌肉松弛剂一样 对更进一步的松弛 而且它本身有一些脱水的效果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 变得更干 大家知道干燥本身就是一个 让我们的张力会变得相对来讲会更小 所以它会更容易的塌陷 嗯 了解 因为那个喝酒到半夜都会头痛口 口干舌草醒过来 就是代表它也会带走水分的意思 没错 那药物会有所影响吗 OK就有一些安眠药或者肌肉松弛剂 当然不建议啦 就是说你过度的服用的话 其实它虽然好像改善了你入睡这个过程 但是其实在睡眠的过程当中 通常有的还会伴随着更严重的打呼 或者睡眠呼吸中止 嗯好 所以呢大家提醒大家来留意 那请医生来告诉我们了 打呼的人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彻底的来帮他做一下解决 一定要动手术一定要做雷射吗 有没有不吃药的方法呢 其实打呼我们要看严重程度 如果说已经有进展到睡眠呼吸中止 或者是已经有伴随着一些缺氧的问题 甚至于有的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心血管脑血管的后遗症 如果是这一类的 我们通常还是会推荐用这个所谓正压呼吸器的治疗 那么退而求其次 如果是比较年轻 单纯只是打呼 当然使用这个所谓的矫正牙套 我们所谓的止憨的牙套 是那个吗 是牙套戴进去 然后要把它锁起来 对然后往前推 把你的下巴往前推 对这是一种选择 当然它的伤害性也许小一点 再来就是刚刚施伟提到的 靠一些手术来矫正 那这些手术其实主要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的包括舌头 扁桃腺 软饿 悬涌锤等等 这些跟我们咽喉构造有关 容易造成阻塞的这些部位 我们来做一些手术的调整 让它的空间能够扩大 那这些当然相对的也可以改善这个打呼 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 但医生你自己门诊 你都最怎么样建议病人呢 OK 如果说是病人有扁桃腺特别大 旋涌锤特别厚 软饿特别肥大 那加上年轻 就是说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改善打呼 而不是所谓的缺氧的问题 那这一类的病人其实借由手术 是可以得到很不错的效果 但是如果说它的牙齿是齿列上还算是整齐完整 那么它觉得手术对它来讲风险比较高 那我们也会推荐它使用那个止焊的牙套来试看看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实是用保养的方法 其实一个就是减重 再来就是测税 减重真的有效果 会有效果 对 然后测税 其实减重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在图形里面看到整个咽喉的构造 只要它能够扩大 减重的效果达到一定的程度 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改善这个打呼的问题 再来测税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所以看到老公在正堂 不断的打呼就踢他一下 让他翻身 让他让他翻身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立刻见效的效果 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使用一些像那个叫测睡枕 就是说它可以强迫我们的病人习惯这个测睡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睡前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但是反而白天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 多说一点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的体重控制有关系 睡前运动的太剧烈的话 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这个肌肉的松弛更加的严重 是 所以通常会对打呼也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打呼的人白天运动 白天运动 晚上不要运动 对 这样子对睡眠品质也比较好 是的 OK 好 接着呢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跟建议的 我反而是正躺 我睡不着 我要测睡才能够睡得着的人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OK 但听说呢不是只有男生会打呼 我一定要替男生平反一下 听说女生到了60岁之后呢 打呼打憨的机率也是蛮高的 OK 我们的统计数字大概在60岁以下 男女大概有4到5比1 就是男生4到5个女生一个 但是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60岁以后 男女的比例就接近1比1 意思就是说女生在过了60岁 有些人认为是跟这个荷尔蒙的保护有关系 跟年齐有关系 对就是一种荷尔蒙保护的作用 我们的上呼吸道的黏膜 产生的效果慢慢打折 所以它更容易因为膝肉松弛而造成打呼的问题 所以女生我们也是会的彼此互相体谅 所以该不会到老年的时候分房税 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吗 反正子女都大了在外面 家里房间也是多的 对 参考一下啦 那另外呢也要来请教一下医生 有没有一些自然的方法 可以来改善打憨 听说吃涵盖食物会有帮助啊 吃涵盖食物跟打呼之间的关系 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科学上的一个证据 不过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人认为 吃涵盖的食物通常就是它会 改善我们在运动啦 或什么肌肉的一些 这个养分的供应 或者是肌肉的一些发育 是 所以这些我们知道老人家很担心的 就是那个肌肉缺少 对 那不管你不管你做的运动再多 好像肌肉的含量 或者蛋白质的含量就越来越少 所以适当的补充这些涵盖的食物的话 可能会在肌肉的这个 这个含氧上是有它一定的帮助 好 如果呢你真的有很严重的打汗的话呢 我们要请陈正文医师 在最后的时候提醒一下大家了 因为呢有时候这个打汗 带来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最严重甚至有可能会猝死吗 或者是造成一些心脏病吧 OK 它跟猝死之间当然是有可能的 就是很多在打呼严重 所以睡眠呼吸中止 但是毕竟它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不想为言耸听 但是的确反而更多的情况是 持续性的打呼 持续性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或者在睡眠当中反复的缺氧 这些情况反而是会造成大家很多 在健康上的一些后遗症 慢性疾病 我们刚刚讲三高 对 三高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还有现在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肥胖啊 这些都已经跟这个打呼 睡眠呼吸中止 都已经证明它是有直接的相关性 好 请医生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在临床上面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打汗 有效改善的例子 也可以跟他来做分享 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案例 OK 其实临床上 我们会遇到的最多的就是说 男女朋友 因为这个就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会积极的 因为通常这些都是比较年轻的病人 他可能没有太多手术上的风险 那这一类病人如果他很在意 我想有的女友 就会一直怂恿他的这个男朋友 做手术做手术 戴牙套 对 所以这些病人我们会比较积极的去建议他做一些比较根治型的一些治疗 那么像带这个正压呼吸器并不是不好 只是说他的缺点就是说很多人带了会不习惯 就是一个类似像氧气罩的东西 像氧气罩一样的东西 那没有办法长时间带 但是这一类的这个病人如果他比如说年纪大风险高 手术的风险高有一些三高的问题 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像抗凝血剂这些药物他可能手术不见得是适合的 那么带正压呼吸器如果他觉得不适应 通常我们会建议的就是说第一个可能要考虑鼻子先打通 因为鼻子通了你带才比较容易习惯 第二个就是说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这个东西 而且现在的机器其实越来越进步 很多的机器他都可以调整压力 让你在吸气的时候顺着压力增加 但是呼气的时候让打气的压力稍微降低 这样子的这个调整就会让适应的能力会更强 好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有打汗的问题 还是可以积极的治疗现在有很多种方式 都可以来帮助你不管是要手术的雷射的 或者是不吃药的方式通通都有 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眠咯 我也非常谢谢陈振文医师谢谢 谢谢四位老婆会很嫌你吗 说实话说实话快点赶快跟老婆懺悔 现在是跟老婆懺悔了好时机 不是上次眼科医师来啊然后他说别人每次问他说 你有没有老花眼的时候他都说 当然有啊为什么大家觉得眼科医师就不会有老花眼 所以耳鼻喉科医师也会打汗 当然会啊 那老婆也会很嫌弃你 不会啦互相体谅啦 所以结婚几年了已经习惯了 我快三十二三十年了吧那个其实很简单 他说你打呼我就说那你也会 他现在也会吗 他年轻不会现在也会 也会啊当然会的啦 当然会的 所以男生女生我跟你讲到过六十岁之后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我有问题 请问你的那个短下巴 有遗传给你的小孩吗 因为有人说打汗也会遗传 其实就是骨架的遗传 没错没错 东方人我们一般来讲这个这个脸型 就是下巴比较短 然后脸比较平 其实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呼吸道 所以谁的呼吸道最好 谁 龙马人吗 不是 希腊人 黑猩猩 为什么 因为他脸很凸对不对 他下巴也很凸啊 然后他的他的头颅是这样子啊 就是有一点 所以他不是一个直角 所以这样子的呼吸道其实对打呼是最有利的 哎等一下 那我又想到那厚道的人不就不会打呼吗 马英九跟你跟黑先生搞不好应该 相对的 因为他的空间大 对 但我们没跟他睡过所以也不知道 是是 但相对来讲 相对的相对 厚道的人应该比较不会打呼 好谢谢医生 谢谢拜拜 谢谢 字幕志愿者宓an